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影 今天禮拜五 週末愉快 可是今天跌了100多點 開盤跌比較慘 跌200多 後來只穩了 可是說實話 今天這個跌是 從昨天的收盤台積電的狀況 其實看得出來 昨天下午台積電法說 說實話 外資不買單 因為他拿出來的數據 不是很好看 來 昨天台積電財報 雙率雙降 看到這個 ADR跌5% 他自己寫找盤 收盤也是跌5% 重點是 盈獄率失守4成 獲利衰退3.8% 為什麼會有衰退的現象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去怎樣 台積電調整了他的一個產能 去配合車用的晶片 毛利比較低啊 所以說他變毛利就降低了一點 可是那又如何呢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 來 這是他的營運狀況 連續1 2 3 4 5 連續5個月的營運率都在40%以上 這個月掉到40%以下 事實上也差不了太多啦 可是重點是 大家比較看重這個東西 他已經第一季 第二季 都衰退了 這種狀況外資就不買單啦 對不對 可是說實話 他的一個法說的重點 這個都已經發生了嘛 又不是才知道 而且說實話 股價也早就反映了 對不對 股價是不是已經 就已經卡在那裡 給你看那麼久了 我說1月份最高點679 現在來 今天又跌到590幾 對不對 以這種狀況來講 這個早就反映了 來看一下 法說會的重點 他說本季營運的展望 就是第三季啊 預期季增9.9到12% 平均約季增11% 有望挑戰新高看到沒有 OK 營收 表示營收要成長了 好半導體產業 上修怎樣 年成長20% 到目前為止 他的意思是什麼 第三季又要再創新高 好 我們要看得出 他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嗎 只是說 為了反應他前面已經給出來的 已經 已經 確定的數據 外資的反應是不OK的 ADR跌個5% 對不對 可是又如何呢 我說這個東西早就已經反映在 他的股價上 為什麼那麼講 來看一下 高點在哪 高點是不是在 一月份 第一季的一月份 現在是多少 七月了 對不對 前兩天 我說 為什麼量越漲越縮啊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今天一下開低就在這晃 好 那開低下來之後 我看 這裡出量 這裡出量 可是這裡 這個量怎麼加起來也沒有這裡多 518嘛最低啊 看到沒有 到570 這一段 吃貨的 他下來也空間也不大了 說實話 因為現在已經預期他第三季要再創新高了 你說台積電要不要殺利不需要 你有台積電你就抱著就好了 第三季要再創新高他一定會事先反應 現在是到七月份嘛 就是第三季啊 對不對 等他這個利空反應完之後 他自然就會漲 不用太擔心台積電的事情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大盤怎麼走 今天主要 澡盤開低之後 誰先漲 誰先漲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延續昨天的漲勢 來 長榮 萬海 陽明 看到沒有 9% 2% 5% 還是很厲害啊 航運股還是今天最強的 可是說實話 大家都忽略了一個 快要被邊緣化的類股 什麼類股 來看一下 就是金融股 金融股你看喔 富方金漲4% 國泰銀漲快3% 金融股啊 你去看它的走勢 如果你去看它的類股走勢 你會看到什麼 它在創新高 在這個時候創新高 其他沒有喔 其他類股沒有在創新高 就是金融股很厲害 我說大家沒看到它默默的漲 來 19大類股裡面 你看航運漲最多嘛 4.13 對不對 今天電子 因為台積電跌了4%多 所以被拖累 跌1.81 而且成交量也說了 成交量今天聚集在哪裡 航運 因為它沒有漲停所啦 對不對 再加上什麼 其實金融保險有3.6% 是今天第三大量的類股 所以金融保險 今天創新高之後 我相信很多人去看到了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金融股在漲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老師後來不講金融股 因為漲幅實在太慢了 有點太慢 真的 所以說老師就不講 不去介紹 可是說實話他們走勢是對的 不能說它不對 再創新高哪裡不對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要買 你就買那些真的體質好 你看 兩大金融全職股 都在創新高 如果你買不下手 你去買中壽嘛 對不對 或者是買一些像中信、趙鋒 都行 可是 那目前不是老師的標的 為什麼 老師看到的是什麼 是具有一個成長爆發性的產業 像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什麼 擴產加漲價潛力股 漲價潛力這一個東西 在剛過完年 農曆過完年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 漲價的就是會漲 真的漲了一段 然後又回來 對不對 我說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基本面都很OK 我們今天有一檔股票要創新高 就是新唐 對不對 那時候跟大家介紹 已經介紹多久了 到現在還在創新高 有人跟我說 老師你每天都介紹一檔股票 它就是我們報紙的潛力股 對不對 而且它說實話 它真的一直漲 我們當初在6月15日進場的碩核也是一樣 到現在為止整個漲勢都還沒結束 你要留意看老師在介紹 第一個產業 第二個什麼 公司基本面 這兩個東西出現 是適合買進的標題之後 還要觀察它是不是現在適合買 對不對 有時候不是啊 你說台積電多好 它又不是從1月到現在沒有漲啊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一定要看好時機才行 老師現在有沒有做 這些那個什麼 像聯發科好了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重點在哪裡 你要什麼時候切入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雖然說 我本來要介紹的半導體設備 今天因為台積電下跌 所以我們回檔 OK 回檔回到我們成本區附近 OK那沒有差 可是我們講到的另外一個產業 車上電子我已經講了快一個月了吧 到現在為止 還有那麼多漲停板表示什麼東西 就表示說這個熱度 這個潮流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推 都還很強 對不對 像我們今天聚合好了 聚合 車用電池的概念股啊 我們6月15號進場的32.1% 波段最高62.1% 足足30塊 你已經漲了快一倍了 才多久 對不對不到一個月 車用電池叫快篩概念 所以說你要看的是 它這個產業有沒有題材 會不會成長 第二個 公司到底有沒有賺錢 對不對 你說有沒有賺錢 我們來看看 這是它的營收 車用營收連續6個月成長 而且這個月成長幅度還到五成 55% 獲利呢 毛利在29 快三成 獲利大幅成長的140% 比去年 就是今年第一季嘛 獲利0.77% 比去年的第四季 多了140% 這種成長幅度 你覺得它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我們就可以介入 到現在為止 我們已經從32塊 32.1% 漲到最高62.1% 足足漲了30塊 對它來講是93% 我是不知道說 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說 因為太高 我們不敢買股票 可是這個時候 隨時有題材就會發動 你為什麼不買 對不對 高漲震盪 剛好可以太弱流強 OK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 導師等下會介紹一個潛力股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歡迎掃蠻QQ打電話來問 也歡迎現在馬上加入我們最後一天的 58旺來的年終大約會 我們稍等一下 再回來跟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贏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贏 剛講聚合嘛 對不對 我那時候拿出來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在這裡 是25號 我們15號就進場在這 也沒有 是沒有馬上漲啊 可是它整個格局態勢都已經告訴你它要漲了 對不對 一路看 你就一路看 老師介紹它就一路漲 老師我不敢買 對不對 你越不敢買它越漲 很恐怖 漲停板了 漲停板你更不想買 對不對 像聚合這一檔股票 你要先搞清楚它到底基本面怎麼樣 它的一個產業有沒有題材可以來做 對不對 如果說很多公司怎樣 基本面不錯 可是資金不青睞 題材又沒有被拉到檯面上來講 它就不會漲啊 對不對 你看 它不管是漲是跌 我還是照講 為什麼 因為它格局都對 這個時候還漲停板到566了 這時候已經621了 到今天 到昨天 今天也是繼續漲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檔股票 我們已經介紹多久 一個月 你一個月可以賺快一倍 你去看一下最近一個月你做什麼股票可以賺快一倍 沒有幾檔吧 對不對 另外 老師除了這一檔以外 是來介紹一個WIN11的概念股 新唐 新唐今天又創新高了 波段漲幅71% 它也沒有介入太久 沒有抱太久 我們就剛好怎樣 剛好買在這個風口上 來 這一檔股票 我們這一天買的 28 29 進場的 其實我是 我主要是看到這個 這個新聞 WIN11升級硬體 那因為新唐它本身做的 產品 跟怎樣 跟這個是有關係 所以說 才 在看完它的基本面之後 才拿來跟大家做分享 你看 今天這一天就漲停板 中間還休息兩天 對不對 那漲停板 好 說實話 漲停板 就有一個什麼 你就有條件可以一直抱 抱到什麼 抱到它不漲為止 對不對 它可能 漲停板之後 它會開始高檔震盪 可是 它這一檔就停不下來 而且它出量之後 更確認 它的漲勢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時候已經賺了快四成了 7月13日賺了快五成 到昨天 我們到現在 都還持有在手上 對不對 今天繼續 142 OK 142 71% 這一檔到現在才半個月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也才半個月 漲了七成 剛溯和 漲了93% 一個月 好 我相信這一段期間 我們的會員應該都很happy 為什麼 明明 很多股票不是很動 尤其是像航運股 我相信最近做航運股的很多 你去看那一些 每一天都有什麼 因為做當沖航運 賠錢 甚至於違約交割的比比皆是 好 我在這邊直接跟這一些 喜歡做當沖的朋友 勸告 當沖沒那麼好做 尤其是你做信股當沖 你的成本就已經被怎樣 被扣走那麼多了 而且你還要做對邊 對不對 有多少 說去年 有開限股當沖 賦得300多萬戶 今年到現在 每一天都有 當沖賠錢的 當沖航運股賠錢的 比比皆是 你不要去沖航運 不要說你連一毛錢都不拿出來去當沖會賺錢 沒這回事 好不好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正視 你要怎樣付出的東西 想說憑運氣我就會賺錢 我說你賺一次兩次有可能 你要連續賺三趟不可能 應該說機率很低 甚至於十趟 就絕對是賠錢 一句話告訴你 老師在市場上也二十幾年 手上看到了當沖客 我遇到一個最厲害的當沖客 勝率八成 很厲害了吧 八成很厲害 最後他還是 違約交割 為什麼 賠一次就夠 賠一次 我當沖 尤其是 當沖要怎麼樣才有 柴油機 比較高的機率會賺錢 做放空 先空再買 OK 這樣子勝率還比較高一點 先買再賣勝率還比較低 這是統計出來的 這不是 不是 不是什麼 隨便亂講 這是統計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跟你講你不會 明明當沖不會賺錢 幹嘛賺這個 你做這個你可以賺到半個月 可以賺超過50% 為什麼不做 我覺得很納悶 你準備一點錢 你準備一點錢 不用多啊 30萬50萬50%也很多啦 對不對 你要有那個條件 那個能力 你可以做這件事 靠運氣不長久的 那今天呢 老師要介紹一個什麼 漲價概念 他除了漲價呢 還有擴產 大家看一下 漲價的概念產業有這麼多 輕人代工 這個你看 最近都是 IC設計 對不對 微控制器 MCU 新唐也是啊 被動元件面板 第一任航運售價 哪一個沒有 老師沒有做過 都做過 航運做過義行 塑膠錯過連城 對不對 被動元件呢 之前也有做過凱美 可是凱美沒什麼賺錢 面板沒做過 欸 面板真的沒做過 現在IC有什麼 新唐就是IC 好 那現在要介紹一個是 封測產業 OK 這一檔 跟大家透露一個 訊息好了 老師之前也做過 也賺了二十幾% 還沒30%吧 對不對 這一檔 我先介紹一下 基本面 IC封測 擴產效應加賞價 營收連九個月成長 好 我今年 幾月的時候 三四月的時候做過吧 對 那一段期間做 賺了二十三十%走人 掉下來嘛 來 營收連續成長 第二個 毛利還在這兒 毛利在這兒 24.15% 維持在高毛利的狀態 獲利成長五成 本來是0.94% 漲到1.32% 這樣漲了多少 這不是四毛錢 對不對 四毛錢大家來講 快五成 四成多了 法人 今年EPS有5.9% 5.9% 來看一下 沽EPS5.9% 賺到了 現在多少錢 今天最高 創新高558% 我們在50.3% 介入的 OK 整個格局已經要起漲了 他有沒有機會漲 你可以後面再看 我因為我們已經買便宜了 對不對 我下禮拜可以接牌了 來告訴你這是哪一檔 因為我們都會設一個什麼 就我們的重點是進場要賺錢 如果說你想要進場賺錢 你要留意老師在講什麼類股 甚至於哪一檔股票 你有機會賺到那個大波段 為什麼 因為它的格局都出來 包含基本面 包含閃業面 包含題材面都有了 就是看怎麼發酵而已 不要說老師沒有先跟你講 所有的條件 都已經告訴你 那後面會怎麼樣 要自己評估 老師現在介紹的股票 百分之八九十都賺錢 我看到我的庫存表裡面 哇怎麼 多的就這樣漲到九十幾% 很多檔都二三十% 那二三十% 有的會員就說 老師怎麼後來都沒有進新的股票 我們手上股票沒出掉 我怎麼進 對不對 態度上是說 我們是做什麼 做資產分配 你要分配好 五檔 好五檔 就是五檔 有出掉 有出掉我可以再進 沒有全出完了 也可以再進 只是說你的比例可能要少一點 只是說你會看到什麼 我們 只要你放在庫存你的股票 你會看到說 大家幾乎都是賺錢的 你很難看到那個有在賠錢的股票 有啦 還沒有停損之前的 還可能還在 可是我們不可能賠多少 為什麼 我看 怎麼有虧錢 虧一點多% 為什麼還沒動啊 總是會有嘛 醞釀期 像我們這一檔 你看買了之後 也是晃了兩天之後才開始漲 對不對 現在已經漲了9.9% 所以說你這邊 我們買了 你不要說買了要馬上 等一下嘛 你要讓它醞釀一下 它會動啊 它格局已經出來了 你就等著獲利就好了 對不對 做交易你要有耐心 你要看到題材 你要看到實質的收益 好不好 現在今天最後一天 這兩天打來的都算 五八旺旺來 年終大優惠 歡迎大家來參考 如果你要知道 剛剛那一檔是什麼 歡迎掃把QR Code 打電話來問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為止 謝謝大家 運打同步 年終大優惠 面對鬼決判勢 精選標的 績效才是贏家 穩三穩打 財庫滿滿 五八旺旺來 五八旺旺來 最後一天 書部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超級實用的潛龍選股 讓您得意股市 股市得意 股市得意 量力績效 威剛63.8% 加幫137% 蠻冒39.4% 線上交解課程 只要9900 一輩子受用 購買三線 02-2781-0909 2781-0909